大家好,欢迎收看走进短线交易工作室的视频专栏 今天是2019年3月15日 我是FX068财经学院的金融培训师戴冲 让我们来看一下昨天美元指数的一个走势情况 我们看到这一轮美指的上涨之后的回调呢 其实也有一个天然的支撑 61.8%的黄金分贵 在这个支撑位上面形成一个标准的希望之星 并且这个希望之星呢 这个阳线还带有是一个上破跳空缺口的一个信号 所以下方的这个60.8%的支撑位 对于本轮上涨的回调力度支撑非常之强 那么我们看到这波起稳之后 目前有所回落 我们今天来注意 如果再回落到这个61.8%附近的时候 是否能够再次起稳 那么要起稳的话 我们都看小级别的话 可以关注一下 在这个15幅度级别中 上涨回落的一轮60.8% 那么这个水平支撑位呢 其实正好是和前方的地点是重合的 所以今天美指如果达到61.8%的小级别的回落的位置 96.50%也将是我们能够去寻找这个左侧的买入看涨信号 那么既然没指我们找到一个关键的点位 那么这里如果起稳的话 上方要能够站稳在这个压力位上方 也就是昨天的反弹的最高价上方 那么右侧的信号就出现了 那么我们看一下飞美 既然没指看涨 飞美我们寻找位置来看空 那么昨天欧元对美元呢 回落之后打回到一小时均线 形成了一部分的支撑 那短期之内这里的支撑的力度也是比较强的 我们今天要关注 如果欧元向下跌破了昨天的最低价的话 将要形成下跌延续的这个信号 也就是日线级别继续回落 那么如今今天的早晨 今天的这个日线的KD指标呢 已经有超买区 那么如果向上拉伸的话 我们关注一下日线级别的60均线 这个压力位是否构成我们左侧 看空欧元的信号 所以在看空欧元的位置 那么整个欧元现在目前还处于一个小级别的 看跌通道中 所以我们还不能盲目的去看涨 虽然这两天短线呢 我们是有看涨的买入点 比如说昨天的这一小时的60均线 那么反弹之后有个30点空间 但上方的抛压也是比较大的 所以我们看这目前的小通道中 日线级别的60均线和通道的上端 也是前方密集区 前方的密集区 小结构中的密集区 形成的一个压力受阻的空间 这个区域 是我们左侧来做空欧元的一个位置 那么英镑 昨天英镑在投票呢 是否把这个英国投的日期呢 延长到6月30号 那么接下来消息公布之后 这个英镑数据呢 英镑走势呢 就没有波动了 那么短期时间英镑在延续了 这样一个下跌调整的通道中 小级别的 所以上方抛压确认过一次了 那么下方将是买路点 怎么时候把这个通道给打穿 说凡是站往上去的话 英镑又会开始一波新的上涨 所以英镑我们先保持一个震荡的态度 那么澳元走势呢 昨天很明显的看空的信号 那么昨天后半夜呢 又涨回去了 所以日线级别的澳元呢 形成了一个 这个横向震荡 我们看到澳元目前 又再次回到昨天的高点附近 那么目前看还在震荡 所以澳元 可以大家先谨慎来看待 因为没有走势很明显的趋势 波动幅度也比较小 也就50点左右 如果做不好 可能被套住 所以我们尽可能打一个高抛低戏 在上方来露空 在下方来买多 纽约也是 昨天也再次收复 下跌之后又再次收回 那么也是继续保持了 这样三角形收容的状态 所以每日纽约的我们也先关注一下 没有太多的建议 那么黄金这波 反弹之后回落 也是到60.8%的黄金分贵 那么昨天一小时 GP中有好多要下引线 说明下方的买盘支撑很强 那么这一小时 突然之间有一个大阳线 拉伸出来之后 我们今天策略的是 看一下是否能够布局做多黄金 那么昨天我们是想要去尝试做空的 但是目前下方的支撑已经很强了 我们寻找一下买路点 来看一下小级别的 这个五分钟走势 因为这里出现了一个新的 底部的盘整颈线 所以如果回落到五分钟的 60均线位置 是我们的左侧的白路点 止损只要给在这个前方下方就行了 也就是昨天最引进头下方就够了 我们看一下美元对日元 昨天尝试了做美日的多单 但是冲高之后空间很小 今天早晨美元日本的利率决议 又使美日元上涨 这个美日还在 短期之内又 这个出现了 冲高回落 所以 虽然日线级别 我们还是看涨 但小级别中 并没有形成一个趋势延续的连续性 所以我们短期之内 美日还看震荡 今天先看一下 美日的周线级别的收盘 周线级别收盘如果形成两阳加一阳的话 下一周倒是可以继续看涨美日 那么右侧机会如果再出现 来看一下 四小时的如果任何四小时 能够形成阳线 能够涨回到上方去的话 那么下一个四小时就可以看涨 所以四小时的K线对于美日来说 还比较关键 我们留意一下 美加的 总是呢 我们昨天在 这个地方来做空 但是没有拿多少 目标空间是拿到下方 但是一直没有到 到今现在 略微有点 但是 昨天还比较纠结 那么美加 一小时 军线还是牢牢牙制 那么我们今天来关注下方这个地方 达到1.32886 是否能够做多 然后关注一小时军线压力 这样的一个波段机会 小波段 美瑞 目前呢 美瑞四小时走的并不是特别理想 也还在逐渐回落 所以我们看到 虽然这里筹码有很强的密集区 但是美瑞的新的支撑呢 又给下破过了 那么关注四小时 这里的 这个收盘价 对于前方 低点是否会具备破位 那么下方支撑也很强 所以美瑞如果 再次回落到 0.99位置 0.9950左右 都是支撑 关键支撑 那么短期之内 我们还以观望为主吧 因为没有出现 很明显的 这个走势信号 虽然脚级别在回落 但下方的买盘也很强 好 我们来看一下 美股纳斯达克 纳斯达克呢 建议大家 昨天是观望为主 不要去操作 因为 上下方的买盘很强 上方的空间呢 还有空间 还没有到位 来关注下 这波回调之后 趋势延续 突破之后的 费波纳其延续的 161.8 那么也是前方的 颈线M顶的一个颈线位置 7360 70左右 作为我们的 纳斯达克机会的 一个 看空的位置 短期之内 不要对抗 那么 最后看一下原油 原油 我们看到 昨天趋势是突破了 那么期望 是否能够在 一小时均线上 去买入 今天我们就 耐心等待 可以挂在这个地方 一小时落实均线 进行一个买入 值得呢 给它四小时均线下放 这是我们的原油策略 好 那么 今天给大家介绍了 所有品种 感谢各位收看 今天晚上会有 九点钟会有 我的公开课 如果大家想要看一下 当晚的 及时的交易 这个机会的话 可以来参加我们 公开课的 这个 这个 讲解